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会前夕如临大敌 北京严禁访民进京 在广告时间里 我们来看赞助网站健康520的产品用户反馈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面 我们向您介绍了三高代谢保 并且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反馈 像是65岁的陈女士就告诉我们 在服用降压药三年之后 她的血压仍然是偏高 然而 当她停止使用降压药物 并且开始服用三高代谢保之后 她惊喜地发现 她的血压回到了正常水平 她笑着说 以为是自己的血压剂出现了问题 那么关于更多的信息 您可以访问健康520网站 我们期待给您带来更多的希望和健康的消息 好的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据美国移民局提供的数据 2023年润入美国的非法移民里 有37,439人来自于中国 上升比例是各国的最高 近日美国60分钟节目拍摄的中国走线大军纪录片 马斯科也在推特上转发了这个纪录片 该节目组的记者守在了圣地亚哥以东60英里处 边境的一处4英尺宽的缺口处 在4天之内见证了600名非法移民穿过缺口 不受限制地进入美国领土 每周走线进入美国的中国人数多达上千人 在成功进入美国之后 这些人会立刻扔掉自己的一切身份信息 现场到处都是废弃的各国护照 走线的人只需钻过边境墙的一个洞 10米之外的地方就有警察无动于衷地看着 然后润人排队被警察逮捕 被拘留接受背景调查 然后会在72小时之内被释放 然后申请庇护 一名走线的中国人向记者表示 他花了40天在中国免签的厄瓜多尔落地之后出发 一名走线的中国人向记者表示 他花费了40天在和中国免签的厄瓜多尔落地出发 途经多个国家才最终抵达这里 据记者调查 很多人是从抖音上学来的攻略 有人做了视频 从找舌头开始 到最终向拘留所自首并获释为止 手把手地教人走线 因为大家学的都是同一个攻略 所以最终都在同一个边境缺口处会合了 而中国人具有鲜明的特征 和来自其他国家的非法移民截然不同 这些润人看起来都非常的富裕 每个人都有手机和带轮子的航空行李箱 穿着也不错 每个人都支付给了舌头1.5万美元 这和其他贫穷的非法移民相比截然不同 节目全程 美国记者都非常的疑惑 这群人到底要到美国来干嘛 记者对多人进行了采访 发现一些人变卖了资产 幻想着来到美国之后可以迅速的报复 美国的电视节目公然吐槽这些非法移民 虽然看起来很富裕 但是没有任何的价值 记者采访了美国移民局的官员 官员表示 2023年确实有3.7万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国境 但是美国移民局已经明确的向中国遣返了3.6万人 只是中国方面一个都不接收而已 所以这些人全部被滞留在了美国境内 中共拒绝的理由就是这些人没有合法的身份信息 美国移民局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这些人是中国公民 拜登是支持非法移民的 但是川普不是 拜登执政期间 美国边境对非法移民来说是形同虚设 巡逻警都成了帮润人走程序的工具人 美国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格林 去年在一个听证会上谴责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 向全世界表明美国边界不设防 格林说 中共一直想渗透和破坏我们的机构 甚至是军事设施 我的委员会知道 有一些中国籍的人与中共和解放军有关系 这还是我们查出来的 移民律师陈闯创表示 中国人难民申请成功率在90%以上 是所有国家当中最高的 原因很简单 美国庇护的条件之一是 你害怕回到自己的国家 而众所周知 中共是迫害本国人民最严重的政权 而且中国人申请庇护的理由是五花八门 最近最常见的理由是 他们在三年疫情中做了国家囚徒 还有被拆迁的或者是因为宗教信仰 政治观点 结社自由等被迫害的等等 一名曼哈顿青少年去年在地铁冲浪中身亡 20号 他的母亲的诉讼中声称 TikTok和Instagram怂恿儿子向其他孩子学习 做出爬上火车那样致命的举动 这位名叫纳扎里奥的母亲 在他15岁的儿子扎克里去世一周年的时候 向曼哈顿纽约州高等法院提起诉讼 扎克里在纽约地铁J線列车车厢顶部冲浪 在威尔斯堡大桥时撞到了头 摔到地铁车厢之间死亡 起诉书中写道 该诉讼旨在让被告社交媒体 推广那些他们从中获利的 有针对性的 刺激的 并鼓励参与的地铁冲浪挑战 而导致扎克里在15岁时死亡负责 该诉讼还寻求让被告大都会运输署 承担对原告造成严重 且可预见的伤害风险导致其死亡的责任 纳扎里奥的诉讼向社交媒体公司和MAT 要求了未具体说明的赔偿 该诉讼还要求法院迫使科技公司 改变其危险的推荐技术 该技术会鼓励其他寻求刺激的人 加入致命行动 据其诉书 2023年的2月20号 十年级学生扎克里在收到一段 有关地铁冲浪挑战的影片后不久 就登上了一辆开往布鲁伦的火车 几分钟之后 他的头撞到了低矮的灯上 摔到了两节地铁车厢之间而死亡 科技公司一直声称 他们对于用户发布的内容 拥有法律保护 但是青少年母亲要求TikTok和Instagram 根据州法律承担责任 禁止产品设计不合理的危险 美国政治评论员斯图·科夫克17号 在英文大纪元刊文说 南华早报是香港最古老的报纸之一 成立于1903年 长期被许多人视为香港的权威报纸 自成立以来 该报曾多次易主 媒体大亨鲁伯特·莫多克 在1986年到1993年间拥有它 在阿里巴巴集团的马云 于2016年收购之前 该报数十年来 一直保持着务实和独立的编辑方向 马云推动该报 成为了中国共产党 在国外软实力的宣传者 正如纽约时报在2018年指出的那样 这一努力最近变得更加的明显 但是马云在2021年消失了几个月 可能是因为意识形态上的不纯 或者是中共希望分享他的财富 自那个时候开始 他的商业帝国被重新组织 软实力被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尔定义为 一个国家在不诉诸强压的情况之下 影响他人的能力 通过跨越边界 传播价值观 理想和文化 以促进善意和加强合作伙伴关系 成功地行使软实力 意味着强调积极因素 减少消极因素 以影响目标国家的关键决策者和其他人 推广软实力的另外一种说法 可能更能表达其真实含义 包括宣传和信息战 而共产中国推广软实力的目的是 试图说服世界 即北京政权是良性的 对任何人都不构成威胁 因为它假定自己在世界领导者中 拥有所谓的正当地位 对于像南华早报这样被授予这一使命的媒体来说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南华早报有关文章解释说 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后 启动了中共的大规模宣传公式 要讲好中国的故事 对被政府控制和中共影响的媒体 其管理层和编辑被要求 对自己的文化历史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要有信心 以便让国际听众相信中国 在许多问题上的做法比西方更好 考虑到中共自1949年以来的迫害 种族灭绝 饥荒和因政策失误 导致大量人死亡的肮脏历史 这又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北京的软实力运动未能说服外国人相信中共的良好意图 南华早报的解释是因为西方媒体学者和公众的偏见和主导地位 或许这是因为中共谎言背后隐藏的所谓和平承诺 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刀光剑影 中国海警船使用水炮和声波设备驱赶菲律宾 补给船到西沙海域前哨基地 和印度边境军队在有争议的中印实际控制线上的周期冲突 以及中共战狼外交的频繁表演 南华早报提供另外一个借口是 即使中国官员或者是国家媒体在说实话 他们经常被外人视为在掩盖真相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也许是因为历史告诉我们 共产党喉舌的缺乏真实性 自动引发了对任何亲中共宣传的怀疑 说到真实的事实 或许南华早报文章中唯一准确的观点是 官员的表现通常是通过他们如何吸引国内听众 以及是否得到上级批准来衡量的 而不是他们是否能够说服国际听众 是的 这句话解释了共产党的行为方式 遵循党的路线 不惜一切代价 避免对中国或者是中共的批评 否则就会像马云一样被消失 或者是更糟 文明国家不必诉诸政府宣传来讲好他们的故事 英国法国德国或者是挪威等西方国家 上次进行类似的政治资助 或者是胁迫的长期信息行动是什么时候呢 可能是因为那些国家拥有通常自由和开放的媒体 可以不听从其各自政府的说法吗 可能是因为公民和游客享有的基本个人自由 消除了对外部消息操作的需求 因为人们可以在没有政府宣传的情况下 形成自己的判断吗 多亏了中共 中共媒体被迫忽视或公然歪曲事实 最终损害了他自己的信誉 包括对藏族和维吾尔族人进行的持续文化灭绝 隐瞒有关COVID-19以及七起源的医疗信息 同时通过销售医疗用品赚钱 在前述有争议的近海水域和陆地上恐吓其他国家 有关对一带一路债务陷阱的解释 以及中共警察在海外对海外华人实际的不文明行为 根据习近平的愿望 讲好中国的故事 对于南华早报等喉舌来说 可能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行为 以及习近平的公开声明导致了今天的现状 北京将在3月份上旬召开两会 当局如临大敌 严访访民进京 甚至有人买了火车票 在火车上就被拦截了 福建访民陈女士表示 很多访民是冲着两会进京的 被截回当地后可能被打 或者是被严密的看管 福建访民陈女士表示 平常也拦截 这一次更多人 因为大家很多人冲着两会去的嘛 就更多人被拦了回来 被打了 邱湘英说 邱湘英说 今天晚上到家 也不知道具体到家不到家 唐照星那边可能比较严重一点 他天天都被看着呢 山东访民孙爱荣也说 全国各地访民都一样 只要一进北京就会被截访 山东访民孙爱荣说 截访得更加疯狂 我们群里都好多好多 全国各地都是那样 要不然就看在家里 出不了门 如果出了门 到了北京 有政府在那里的工作办的人员 再不然 他们雇用北京的黑社会 黑保安 暴力绑架回地方 非法拘留我三次了 10月26号 都是遭到了同一国北京的黑社会人员的绑架 绑架回地方 先是拘留15天 然后就非法拘留在宾馆里 最长的一次是23天 福建的访民吴先生说 买了去北京的车票 在车上就会被拦截 福建的访民吴先生 他说 现在去北京的还不好去呀 一去就拦了 一一买票 他们都知道 我去年去三次 5月份 2月份 最后是10月份 10月份还没到北京 中京办都请了黑社会 都在车上了 他还告诉我寻衅滋事 我说你寻衅滋事 还是我寻衅滋事 也有访民表示 地铁公安没有权利拦截访民 访民说 地铁公安啊 哪有权利解访我们呢 我们又不犯法 正常坐车 辽宁访民孟宪奸魁 则对火车上的一帮警察 录了视频 斥责他们涉嫌帮助有关人员 泄露个人信息 还有人在群里透露 沈阳市又在棋盘山 开训解中心 从北京拉回来的访民 会被关在棋盘山宾馆 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 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